今天又要出来试这个发动机了 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不拉封门 看看能否一下打着 好多船 今天换了个地方 我们今天来这个博温岛的南面 旁边这个叫博温岛 现在水深300多尺 这里水比较深 可以 来吧 还是得拉一下封门 还是得拉一下 ok 还是得拉呀 这里也没拖掉过 咱们就只能试一试了 现在太阳在这边在我们船尾 所以钉这个杆子不好钉 今天太阳还是挺刺眼的 我们第一次在这脱掉帝王龟 之前在这脱掉过银龟 但是今天看船挺多的 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跟个风 在这里试试看 船多的地方说明就是最近都是有渔情的 目前发挥很稳定 就看他能坚持多久 给他寄个词 现在九点半 看看能开到什么时候 能否完成一天的任务 前面这个就是博温岛 它属于一个单独的小岛 来这个岛上平时都得坐渡船 但如果你自己有船的话 也可以去码头靠岸 这个上面有挺多这种海景房的 很漂亮 观察一下渔情 因为这个鱼基本上是成片聚集的 只要看到哪里有船上鱼 咱们就去他那个地方就行了 都坐在那聊天 没有人在 再举竿子了 看看我们能不能是第一个举竿子的人 又熄火了 开了45分钟 可能还是有路问题 我把封门拉开它又好了 再试试 再给点油门 给点油 这种混连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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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普京还有一次要谈 美国英国的 是在抖的声音吗 好像是有点哒哒哒 噢 又吸了 有点热 是热吗 因为你那个往往喷 又有又又又有又有气了 我刚才摸不热呀 这里也看不出啥现在 那个是排气的烟 不是 不是 是下面去 往外喷水的地方 往外喷气 我摸的时候 都不热 感觉就是油的问题 油露的问题 它就是这个比例的问题 好像又洗了 你把那个我来推 你推到吗 够不到 是不是油露比例的问题 看来那个化油器还得换一下 还是没有调 这个明显没压力了 这个球明显没压力了 估计还是调的问题 你看一捏就来了 供油的问题 一捏就打着了 所以那个化油器调节的比例可能还是有问题 不行 我就把那个新买的换上试试 新买的化油器 对啊 要么去买90块钱 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化油器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是回去把那个化油器换上 那应该我觉得这个油露问题就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 因为水温我一直也在摸 也没有过热的情况 所以肯定就是要么化油器 要么那个油笨 这两个东西都是很简单容易替换 至少我们知道现在拍出法 拍出到现在就是油露问题了 所以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 看看能把它解决 我们开着开着开到 钓这个老鼠班的地方来了 我们就顺便来试试看 老鼠班能不能有点运气 今天看挺多船在这边一路钓 但是没什么上鱼的 然后上鱼都是比较小的三文鱼 我们到这没什么事了 先来抽两干 今天这个海况非常好 船也不怎么动 看看能不能搞点老鼠班上来 上鱼了 看看什么鱼啊 不是很大 最好是老鼠班 不是特别大 小鱼 钓这个鱼还是快的 石头鱼 可以啊这个 是吧 这可以要的吗 这可以要的 这个还可以啊 第一条鱼 我还有一个钩钓了 我操 就剩一个钩了 还有一个钩子没了 我去 我去 哪回事 太久不用这线断了 是吧 单钩操作了 真的 山头上就上鱼了 有点小针扎 有点小针扎 个头不是很大 很有可能是老鼠班 哦 石斑 no 小石斑 你上了吗 石斑拿不了 还没开季 再等一个月 但是咱们这 靠我们温哥华这边的石斑也不能拿 还得去对岸 沙东鸭 石斑 放了吧 你这条有点小 白头鹰飞过去 在等我们上鱼呢 不行 这个有点大 这个是龙盾 看看啊 可能我这钩子小 它显得大 但绝对不是老鼠班 要放生了 这 先抽上来看看 今天最大的一条鱼了 这是啊 最大的鱼 可惜是不能拿的鱼啊 哦 一条龙盾 还可以的龙盾 这些都是钓三文鱼的啊 在到处换地方的 刚才看了一下Facebook上面 论坛上面 他们群主理在问今天哪里有生意 好像生意都不好 都是在到处换地方钓的 那边大概有个七八艘船 一会我们吃午饭的时候 去那边钓钓看 三文鱼只适合吃饭的时候钓 呦 船头上鱼了 看看啥东西 站稳了站稳了人别下去了 哈哈 有点风凉啊 嗯 比刚才那个三文鱼要大一点 诶 弄不好老鼠斑了我跟你说 老鼠斑不会那么重吧 大老鼠呗 又十斑 哦又十斑 哦 放声放声 小十斑 以后就到这里来钓 十斑的 这里钓钓不能拿 冠军 哦 这里也不能拿 对啊 开了也不能拿 不能拿 只能去钓 这里我感觉 保护过头都泛滥了 哦 老针到 哦哦哦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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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不大 小十斑估计也是小十斑 今天鱼货相当一般 只有那条石头鱼带走了 然后三文鱼后面根本没有动进 然后虾呢还行 虾大概也是一百多个吧 一百出头 现在开始回去了 我们到家了 先把船发动机冲一冲 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比我手掌还大 六四 六六 这个鱼我们一会就给它清蒸了 要不要让刺水有毒的应该 对不起了 OK 我们蒸了八分钟出锅 四身蘸醋 第一次尝试 不如芥末酱油那么香 但也可以 我想来一口 你想来一口啊 爸爸先吃吃看有没有毒啊 嗯 不毒吗 嗯 这个肉很特别的 不毒吗 这个肉很Q 这个鱼真的能吃吗 它不是有毒吗 它刺有毒呀 这个鱼真的挺特别的 你赶快尝一个 天天在它Predator书里面 使肉者书里面看到它 我还没有吃到呢 你着急吗 嗯 嗯 好吃吗 嗯 什么感觉 什么味的 妹妹在这等不及了 要出来了 给妹妹来一口 给妹妹来一口 妹妹一口 妹这里还有 没有牙肉 妹妹不懂吃呢 同宝要不要再来一口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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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啊 今天做的不错 这个虾呢 最好是用冷水下锅 然后就放葱姜就行了 如果你想放盐的话 放点盐 冷水下锅开大火煮盖上盖子 然后呢煮到就是刚刚开始冒泡 那个时候就可以关火把它捞出来了 不要完全煮沸 煮沸的话 这个虾呢就会偏老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能买到这个半点压道可以试一下 来个贝皮虾吗 好 来个贝皮 贝皮虾的头呢 被爸爸拧掉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发动机啊 基本确认了就是它的供油问题 它跑着跑着这个油就供不上 所以就熄火了 所以说呢 我又买了一个它的新的油泵 亚马逊买的不是很贵 因为没有买原厂的 原厂的话就会比较贵一些 然后新的一个化油器呢 我也是买了一个亚马逊的 如果原厂的话大概要600多块钱 亚马逊大概好像90几 所以说我等这两个东西到了之后 我就干脆把它们全换了 希望这两个东西全换掉之后 我们这个发动机能百分之百的修复 我修这个发动机真的是从头到尾 已经基本上把它都研究的差不多了 所以说希望 我们花出去的时间跟精力 能够得到回报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